黄幽六年 观十轮遗轨 谈天地动向 我就猜着了 但凡跟着风中传来的这半截曲儿 就能找着你 曲子只有半截可不怪我 我就恍惚小时候听过 凡来复去这么些年 连梦里都听不全 这是天意 你就委屈点 听半截了 你昨夜又做那梦了 这一回你看清 那个吹曲儿人的模样了 没 梦里还是大片蓝光 冰面式的通路 于夕 我和你说 那楼宇就像个巨大的机巧 到底是什么地方呢 说不定和我的身世 别 别再想了 反正只是个梦 也说不准我梦见的实际上是 进地里的那大机巧 那究竟是什么东西 我小时候见过 你师父怎么就认准了我能修好 叫你修是信得过你 莫问东问西的 你快下来吧 师尊要我找你 让你回禁地呢 说修好了就让我离开 不看我这辈子都得耗在这儿咯 阿良 以我之言 去将此物开启 弟子于西见过师尊 师尊这是让阿良 师尊 记住你的身份 与世间任何人的牵扯 与你都是不幸的开局 你可还记得十轮功与你的使命 师尊 你怎么好端端提这 禁地内所藏之物事关天下苍生 但眼下禁地恐有安全 待阿良开启 为师将取出 果然在你们手里 七世到明 提什么天下苍生 果然就藏着里面 今日 星鬼刻盘 物归原主 大胆 其阵 光明真言 归原主 与希 鑽 尊者 星鬼刻盘却不能落于他人之手 快 毁了她 这 这是发生了什么 可恶 只拿到了一块 你 你竟打碎我族圣祭 你可真听话 这老东西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你该死 什么力量在帮你 魔孙皆返赵 血肉尽围共 在下 天神们殷建平 你们两人怎么可能出现 生死逆履 莫非 这技巧就是 十轮遗轨 十轮功竟罔顾生死轮回 今日 我毁了此物 替天行道 来人 这 这是石怪 怎么还能找出这怪物 阿辽 当心 别与他们纠缠 抓住石机就快离开 稳住阵脚 就像平人那般去战斗 这 是我的力量 哼 这点本事 让开吧 你背后的 不过死物 你打算用命来换 我修了这物石这么多年 看了这么多年 头一回知道它的名字 东西就让你给拆了 这不合适吧 阿辽 看来 今日是不得善了啊 也罢 生死都是你自己所选 哼 好大的口气 这几个杂碎就交给我吧 来试试我的飞行神剑 一群蝼蚁 解忆 一群蝼蚁 一群蝼蚁 一群蚁 一群蚁 好 好厉害 名不虚传 不过再厉害 也是往昔之人 胆敢肃孽生死轮回 我且看你们日后都是什么下场 总算走了 对了 多谢两位侠士 在下御池良 敢问二位 小兄弟 现在可不是说话的时候啊 回应我等的石轮之力 已经不多了 我们日后有缘再见了 石轮果然依旧在转动啊 但居然选中了你这么个人 就这样 就这样都消失了 尊者 余夕 阿良 你手臂上的印记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你借记莫要事与人前 呃 尊者 天道往复 事事无常 尊者 连wir 尊者 尊者 老师 将阿良带去三岩地区 免贱不动尊者 为师师大献先生 你一定要请记你的身份和生命 路遥寒凉 兴乱十轮 宿世皆生 才三更天 你怎么就醒了 呃 这个 于熙 我记得十轮宫内有记载日时之照 为什么特地记载这些事 我梦里多出的片段里 那些人也提了日时 日时是天照 是不祥 会带来灾厄 至于别的 你还是别想了 诶 你的手臂 那印记 这印记怎么在发光 难不成尊者是怕我成了这引路的灯笼 快别胡说 我看看 呃 谁 你们究竟为何追我 一可不是好欺负的 哼 管你是何人 今儿个就是只飞虫 也别想在这阿萨地界近处 何况 你有种双金铜 来此 定有所图 你就慢慢召唬我 一可不等你 三十六计 走为上 诶 白头汪云的白脑壳 像有同一种力量 你们 你们又是什么人 和他们是一伙 鱼西 是那些人 哟 原来是石轮宫的杂碎 没想到居然还有火口 嗯 这两人是石轮宫的 什么 此人这般说话 难道是说 我师门内的人都已遭遇不测 哼 这可不是我干的 是你们宫里的人 启动了什么鬼法阵 奔着同归于尽 倒也算条汉子 你俩看样子 是侥幸逃过一劫 但你们的命数 也就到这了 小的们 给我上 俗话说 阎王叫你三根死 岂会留人到五根 今天你们记录到我白手手里 就认命吧 哼 还是先看清你自己的命吧 今天且看天要灭谁 他们这是在说什么事 难道大雪山石轮宫发生了什么 我来晚了 姑娘 我私职注油 可以被战友治疗 现在我先替你疗伤 中法无相 依依的伤口不疼了 而且 依依的力量好像还变强了 芋汐 你把自己内袭中的灵气 度给了她 这是我的天赋 你也有自己的天赋 不如借此机会领会一二 我们也好尝试 利用天赋制定战术 配合作战 这样啊 确实可以一世 一也有的 现在起来一战 就挑你了 算你走运 正好在一面前呢 好 现在换换我控制的话 好 哎这个图案是不是有变啊 好像有变哦 诶之前小兵有配音吗 好像没有吧 有人说录照应的配音很可以 配音决战 现在就由我们来给她最后一击吧 这位妹亚姑娘 你觉得这主意如何 哦 你 你是在喊我 喂 我可不叫妹亚 叫依依 不过 补刀嘛 依依最喜欢了 看招 好 好 好 哼 倒有两把刷子 老子来废你们一会 正有此意 放马过来吧 今日就要你血债血巢 开死 这四身手好伤了得 于希 别冲动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此番 来日方长 我们走 我们走 跑了 居然还带走了那金铜的 给我 白手 你怎么还在这儿 啊 圣女大人 参见圣女大人 那个 小的 方才撞见了一个想上大雪山的人 那人有双金铜 金铜 金铜出现了吗 白手为什么会留意这事 难道除了新鬼客盘之外 幽先生还吩咐了他别的事情 先生这事打算做什么 圣女大人 那个 小的现在 你去找新鬼客盘碎片吧 金铜的事 另有人去查 若幽先生还有什么要办的事 我自然会吩咐你呢 公无不克 战无不胜 两位石轮宫的大恩人 依依还没答谢你们呢 别跑啊 等等我 姑娘跟着我们一路 就为了道谢 就是认识一下嘛 依依叫陆昭依 多谢两位恩人刚才出手相助 我父姓玉池 丹明梁 那位姑娘是于西 好香啊 你们闻到了吗 好像是从 玉池哥包里飘来的 真好一一的肚子饿了 玉池哥 有好东西 可要拿出来分享啊 姑娘 你在阿良包里放什么了 我 我哪有动他东西 别胡说 阿良 快检查下你的背包 这是什么药丸 陆昭依 你什么时候放我包里的 好快的手脚 你别不是好人心 阿良 快松开这位姑娘 我没碰她 鱼安 这是 力炼丹 可以提升力炼值 哼 姨自己失掉算了 不给你了 力炼丹 就这样 就这样 都说了姨姨没害你们 孙少就把这放进来 是想和你们道谢啦 奇怪 包里没有腰的内担 那为什么会有腰的气味 难道不是她 是这红衣美人 多谢姨姨姑娘相赠 只是 你跟着我们到底为何 谁跟着你们了 姨是跟着石轮宫的人 姨是想学石轮宫流传的 厨师之法 这 姑娘 明清心法 乃石轮秘法之一 数不外传 小不点 我都没学到 你呀 还是算了吧 这石轮宫怎么这样啊 不就是心法吗 能有人命重要 阿良 想来去三岩的大路 恐怕走不得 你是怕那白手通风报信 但那些人藏头落尾 形势隐蔽 兴许不会有那么多人 手来阻截我们 凡事还是小心尾上 我总觉得那些人应该 嗯 这两人是要去三岩吗 你们是要去三岩吗 要么带上依依呗 石轮宫的心法不能教 那也让依依跟着嘛 看看总是可以的吧 这 依依姑娘 今日我师门遭劫 你跟着我们 怕只会被连累 你这话依依可不爱听 依依像是怕受连累的人吗 再说 依依就是从三岩附近的村子来的 顶多算是和你们同路而返 姑娘 切莫误会 你言行耿直 自然不是贪生怕死之辈 只是 那就别指示了 于姐姐 依依敢保证 这去三岩的路 依依肯定比你们熟悉得多 于希 若有人带路倒是挺方便 考虑一下 别磨叽了 江湖有缘人 不都喜好组队一起闯到 留千古侠名 像什么苍城三峡 北川八怪的 取名可难不倒依依 不如就来测算一番 可以过吗 哈哈不行 诶 撕这个字都不行 这个字 好这个是 好 咱们现在可算自己人了 这就出发吧 呃 这队伍名听上去怪怪的 哪怪了 这可是大吉之怪 大吉 你懂什么 要是你嫌弃 就让依依当领队向导吧 走啦 走啦 我们这就出发啦 这就出发了 咩 雪崩 小布点 你记着我们的模样 在找道可好 这是雪崩压垮了山道 雪豹四条腿跳得过去 我们可过不去 知道了 知道了 依依在找新路就是了 依依 你这一路 究竟是跟着什么在找路啊 这个 这个 啊 已找到了 下方洞窟可走 山东 山东内有风 后方该有通路 都说了肯定有路的 怎可能没路 动物们的气味顺风进来 都和人味混一块了 鱼姐姐 我们快走吧 这洞窟后头爬出去 便是公崽后山 再往前就到三岩 这样我们便绕开雪崩路段啦 等等 别乱跑 这儿有股恶臭 臭 吃吃吃吃吃 糟了 沟通失败 他们好像没听懂 夜吃 夜吃生性凶猛 数量这么多很是棘手 大家小心 听我指挥 芸汐 现在我们要怎么办 右边两只雷属相的 交给依依 依依的岩属相 正好克制他们 下面这只 属相乃是冰 这就交给你了 好好利用自己的属相优势 不会掉碎屎啦 我给你了 雷 geo 一输 以为为夜吃如此反常 一个冲 的 子 这 就 一输 哪 夜吃撫養幼崽的巢穴 我們 我們要把夜吃幼崽怎麼辦才好 依依可以 養 好我們這邊選放他一條深路 他也是這樣 做是山精鬼魅 也有生存的權利 也有生存的權利嗎 你們倆既執意於此 那便這麼辦吧 唉 願這世間再不會有這番無奈 兩難之事 夜吃可真是險勝啊 要是這冰刃能變得更搶手就好了 現在正好有材料 我這就來教你強化冰刃吧 用利叉之鐵淬火能加強冰刃 冰刃也需用符合自身首相的礦來淬火 通過提升淬火接觸 可以開啟冰刃上的鑄魂槽 你的天璣齒上現在已經有一個鑄魂槽了 你可以注入剛得到的荒哲獸魂石 之前教學的地方好像是沒有配音的 這樣你就能將部分特殊能力附在天璣齒上了 可以提升冰刃的技術屬性跟尾階 需要消耗不同的炊火材料 提升五鏈可以得到預刃能力 可以提升冰刃的炊火上限 炊火的尾階提升至二十五三十四 將開啟一個鑄魂槽 然後 冰刃最多解個三個槽位 可注入天地荒 三個魂屬的魂石各一個 注入同種魂石 可以滿足天地荒系列史 可觸發天地同魂的效果 就是天地荒這樣子 那是同種的魂石 然後他可以增加物攻啊 就是氣血之類的齁 好就是這樣 好管他 反正就是有個資料可以看啦 所以還算滿方便的 更多英靈 我想要抽高斯晶 然後音色的他的等級變到絕品了齁 上一個版本是SR卡 然後多了一個尾統領齁 他的尾聲看起來是R卡 他高斯晶是R卡喔 廢物 印靈華是R卡 廢物 廢物 info呢是SR SR卡 廢物 哦可是可以看招式嗎 不行 不能看招式廢物 無方見氣 妹子沒了嗎 冰璃 冰璃 欸冰璃呢 哦在這裡 就這樣喔 就稍微看一下就好了 好 多了這個系統齁 雲熙 雲熙 你怎麼還不休息 我睡不著 你快去休息 我來守夜就好 免得夜間生出變故 你是在想官患尊者 當年世尊領我入十輪宮 遊記那年三月仍寒 雪座柳絮飄 往西 大雪山更是冰封 我上年幼 還不及世尊膝蓋高 即使世尊已百歲 但我總覺得來日方長 來日 不想卻是今朝 十輪禁地內的事情 現在想來 卻都像恍如隔世 卻又同復古的夢魘 只盼何日能突然夢醒 世尊仍在 我知道 但再回來的他 忌魂轉世後諸實紛擾 他 他不會再是我熟悉的世尊了吧 呃 雨姐姐 你睡了嗎 怎麼了 依依 若是再遇見夜吃幼宰 要怎麼辦呢 人要活著 其他生靈 其實也是為了活著 依依 我妹妹若還活著 該和你一般年紀 也是一般的性子 呃 沒什麼 只是想起過去罷了 我呢 其實也不知道究竟怎麼做才是對的 所以啊 與其去思考 倒不如服從命令 來得簡單 你倆又嘀嘀咕咕說什麼提及話 呃 雨池哥 你居然偷聽依依和雨姐姐說話 哇哈哈哈哈 雨汐 她撓我 你們倆真是 不要打架啊 欸 不算自身劇情 算是一個 突發狀況之類的 这里还很是热闹 有好多躲马 但现在怎么这么安静 有古怪 贡嘎村是入三岩地区必经之地 莫非那些面具客发现了什么 先我们一步去了三岩 路经了这儿 依依 你是多久之前到的这儿 大致是 什么白拉姆节 半月前 啊 玉执哥 你的手臂在 再发光 这 应急又发光 难道是预警 小心些 我们这就进村去看看 上回这印记发光是因撞见了白手 这次 又会是谁 我一炮 好生嚣张 这人老子 便叫你看看猎食人的厉害 救命啊 往村头上跑 老子疼不开手 石 这里已经有了食物 看来此地的食灾 已非常严重了 小鬼 快躲开 一旦被食灾上 你们就完蛋了 我等自有办法 阿良 依依 我们去帮忙 阿良 依依 切记我等低药物 乃是保护百姓 有危险的人 想必就是那位姑娘了 依依智觉去她身边 使用护卫 好 护卫性能就是 他可以帮助 隔壁一个的 队友 格挡 这只石怪就交给我来解决吧 左边这只齁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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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良的汽血百分比大于对手的话 我必定会触发追击 然后我记得是不是只能 他可以一直用 他没有限制一个回合 只能几回合用几次 只要汽血大于敌人就可以了 对不起 对...对不起 这村子了 机会 多谢相助 无需言谢 这根本就是小事一桩嘛 几位身手倒真是利落 只是没听过你们名号 不知道几位师从何处 你瞎问什么 关你什么事 那个乡亲们 大家现在安全了 安全了 得亏英雄相救 我们才不至于全被感染 变成石怪 不客气不客气 不过你们还是快搬家啦 这地方现在被食物笼罩住了 这样时间久了 还是得出食灾 这世道离开了这儿 又让他们去何处安身呢 还是 还是我来试试 说不定能清楚这些食物 天赋地在四十法城 视为无形 定息灾恶 明清 我 我 渔西 要出这程度的禁燃 还是太勉强了 十轮功弟子 速来三言 是 是不动尊者的千里传音 阿灵 音音 我们走 公无不克 你在哪儿呢 我回来了 我找到星鬼刻盘了 果然是在十轮功里 但刻盘碎了 果然是 又碎了吗 什么叫又碎了 与你无关 你不用明白 你 只要把刻盘找回来 修好刻盘 就能降下楼兰幻城 我知道 雍先生 我 你专心去找星鬼刻盘 至于十轮的事情 我会派人去查探 黄幼六年 天再淡 竟是已过了两甲子了呀 那你可得抓紧了呀 你这百二十年可只炼化了我一小部分 没有我过去的记忆做指引 你只会一次次冲倒覆辙 练化你不过是小事 毕竟而今圣女回报说 星鬼刻盘又碎了 四三而去 而今十灾也已再降 你猜这 遇事了什么 于是 你太相当然了 是有缘法 但不会叫你这等人称心如意 哈哈哈哈 那我们就一起看着吧 看看这世上 谎言和背叛构成的 李氏燕云 是在喊你们哦 于池哥 于姐姐 嗯 不中尊者喊十轮宫弟子 应该算是喊的于西吧 我其实严格来说 不算是十轮宫的人 于西 你说我这也不算是十轮宫的人 怎么尊者就让我和你同行 来找不中尊者 名不正言不顺的 要么 你使我为徒呗 别胡说 我才不要你这样的徒弟呢 我们来找不中尊者 是为了星鬼刻盘被夺之事 你当时也在禁地内 又奉命修十轮仪轨 叫你与我去见不中尊者 名正言顺 啊 好不好 就是一同去罢了 也没说就不去啊 怎么突然这么着急 这 这还不是因为你说什么拜师 我才不要做你师父 好了 不说这些了 师尊让我们来三眼 一眼找不动尊者 他对眼下状况定有分辨 玉池哥 你怎么也不高兴啊 没 只是刚说起了十轮宫 想到几个尊者 还有宫内的那些人罢了 一一以为玉池哥 不会喜欢十轮宫的 呃 其实还真谈不上喜欢吧 但总归生活了那么久 陆上就 陆上就 我也说不上来是怎么回事 反正心里不舒坦 我记得山剑风里的冰雪的味道 记得春天和冬天不同的冰雪味 记得风走过的痕迹 记得那角乌檐看见的冰 有时候山脚下会有躲马堆 转山的僧侣和民众 还有被扯平的逐渐褪色的风马旗 那些好像突然之间就远了起来 再回不去了 这感觉一一懂呢 好像原本也没觉得有什么 但后来想起来却觉得很难被忘掉 但有时候记起来了也才能被忘掉啊 一一 你是多久前到此地的 嗯 于姐姐 不是与你说过了吗 大约是半月前吧 那个什么白拉姆节前后 也不知道那是个什么节 于姐姐怎么问这个 没事 就是问问 眼看着就要到三言了 但愿别再有差错 咳 喂 喂 小不点儿 别假装听不见啊 正解是要问你呢 妹啊 你想问什么呀 一一知道的事情也不多 嗯 他是知道什么事情吧 你为什么之前会被那些面具客追杀啊 一一不知道呢 一一就是想去趟石轮宫 看看传说中那个呼噜噜转的东西 诶 真的有那个会因天地动向而转的东西吗 呃 转倒是能转 就是 我和你说啊 本来都不能转了的 但我修了修就又能转了 对了 为什么那个白手这么在意你的金眼睛 妹啊 别盯着一一的眼睛看了 讨厌 不就是颜色不一样吗 诶 各位等等 有点事想问你们 大哥要问什么 哈哈 就是问问 那石轮宫不是说藏在吐蕃地界的什么大雪山里 这其实是不想让厨师秘法外传吧 命啊 就你命还这么多废话 小的吗 给我上 这 这话好像有点熟悉 这位大哥为何会有此一问 啊 哈哈 就是顺口问问 石灾可不常见 我们靠着给人猎食混口饭吃 不知道石轮宫是靠什么过活的 大哥 皇帝不用金锄头种地的好吗 哇 那我抽到冰里就要 哇 怎么想 诶 诶 哦 直的跟狠的 哦 興奋了 興奋了 各位 興奋了吗 抽到冰里就可以了 就可以看了 哈哈哈 诶 这是新的 哦 诶 可以观赏整个 整个图案诶 哦 各位兴奋了吗 各位都兴奋了 再看一只 诶 不错诶 大家很懂玩家想要什么吗 好 阿良就 好 阿良就這樣 好 走開 阿良走開 阿良走開 好 掰掰 三眼 你切莫提 不動尊者應該就在這瀑布上面吧 我們這就上去吧 阿良 切莫提你手臂上的印記 此番會有異象 此處竟凝聚出了沙漠 明明是震魔之地 不該發生此事才對 此處的妖邪必得除去 若幫手再不前來 怕也只能一搏了 你們來得正是時候 煞已備赴 我須在此控陣 須而等助我驅散此等邪物 弟子伶祕 罵你 小子 此番危機須借你之力 此石之印 他只有你可使用 啊 這 這 什麼 這是 啊 救命啊 這是什麼怪物 呃 這幫手 快 我等需速戰速絕 快 我等需速戰速絕 炸體型巨大 在其周圍任意地塊 都能對其進行攻擊 當心師班 莫要踏 其內存幽靈之力 一旦侵入體內 就會令而等虛弱 這邪武好生危險 你們都靠後 一一來用護衛 掩護大家 一一 小心 會有問題的 兵主志靈 當會祕護他的子民 你們快到一一身邊來 一一保護你們吧 子民是什麼梗 呃 會被打 就交給青鑼吧 用青鑼 為什麼覺得 音效有點小聲 好弱 補血 啊 不用 不用補 好 好這邊要 移動了哦 殺就要釋放罰術了 千萬注意躲避 不要停留在獄警區域內 就交給青鑼吧 好這時候就要躲 躲開攻擊 好 躲到這裡 再放一次招式 副湯導刃 沒有玩過才是真正的悲劇 呵呵 就交給青鑼吧 霍勇莎是什麼 依依在這兒吶 呦 啊 余希 陸兆依 啊 啊 去死吧 就是現在 果然是你呀 而等來此 怕是觀幻遇見之事 當真發生了 那我十輪功 怕也應在結束中了吧 玉齒梁 既然來人是你 那想來 我十輪功的聖物 選了你 如此 這天下蒼生 你便再輕慢不得 既羅侯眷族的重任 也就只能交脫於你了 你需巡回新鬼刻盤 如此方能阻止 羅侯眷族得此物降下幽吟 吻天地朽药 续三皇所创之事 初 蛙黄将华分 混沌淡福西 属幽吟之境 卷足念画罗侯 御迟良 而今众身已矣 世恩皆已为传说 然而今如等已知 罗侯之属却存于世 天目洞开 换成将罗侯献 天外幽吟将灭世 苏罗侯丛林之重任 便教育你们了 御迟良 往你与鱼西相伴 一道寻回星鬼刻盘 我会教你真正的石之力 从石轮中出现的 会是谁呢 好这免费了 免费脚应该就固定了 应该又是那一只了吧 真的这是银银凤 我乃大夏国银川公主李银凤 你可认得这令牌 没有这是剧情啊 银银凤一定会得到的角色 是谁找我 啊 是您 银川公主 我认识您啊 我好像想起来些什么了 好古怪的感觉啊 我也觉得你似曾相识 但却向雾里看花 想不起来你的名字了 你究竟是谁 青罗 我叫青罗 神雀公的青罗 免 居然是公主啊 不动尊者 石之力既如此 那死去的人是不是也可以 石轮以轨的力量可让逝者重现 然 逝者已逝 逝者已逝 那为什么还要在 御迟良 你需谨记 世事因果皆在天道之内 然 世事却又转瞬即逝 什么意思 神神叨叨的 我手臂上的印记和石轮有什么关系 这不是胎记吗 石轮的力量而今就在此处 这么说来 只是恰巧 石轮以轨当时瞧我离得近 就顺手抓了我 给我来了一下子 自然不是你说的这般简单 那是什么缘故 请尊者赐教 御迟 西年有不动尊者 名为弥兰娜八 想来你也在石轮宫藏书内 见过此人名字 是百年前的那位不动尊者 传言他曾阻止过天节 正是他 他曾于黄游六年给出过一个视线 想来提到的为石轮所标记的人就是你 啊 那有说过我到底要做什么没有 不对啊 这么说的话 为什么一直不收我入门 见天叫我修什么石轮遗轨 此事官宦自有安排 你无须寻根究底 于兮 我所须得前往血于高原 查探阵法异动之事 我石轮宫之事 他日定会有个说法 此番你须将明清心法授予玉齿粮 不动尊者 但此法 你怕已是心脉受损 不可再用此心法禁食 况 此心法真谛终究是以自身为器物 吸那实物 性命不久 但你之性命另有他用 弟子 弟子自用习此法 便是早知晓此事 但 官宦既让你和玉齿粮同来 那你便该是他最得意的弟子 你便该知如何才叫手中持正 不动尊者 师尊将阿良困在大雪山中十六年 只为他可能有石轮之印 此番他堪堪能见证世间 他做错了什么 那世间苍生又做错了什么 于是 苍生与一人性命如何取舍 我 我 好了 你们该出发了 据我所见 那块刻盘落于川北 至于其他 就靠你们自己了 记住 罗侯眷族定也担经节律去寻此物 且不可落于他们之手 遇迟哥 我怎么就觉得 那小脑袋奇奇怪怪的 小脑袋 别这么形象 笑死我了 喂喂 说正经事呢 你没见他特地叫于姐姐上一边说话吗 神神秘秘的 哎呀 我都习惯了 在石轮宫里他们就常这样 估计是有事不想我们听见 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呗 呆子 他们瞒着你事情呢 什么祭魂什么的 你知道吗 听过些 无非就是说每一代的尊者 其实都会拥有上一代 这个位置上的人的传承 知识之类的 那为什么说是祭魂转世 这么听来 和魂没甚关系啊 嗯 你这么说好像还真是 但这好像一直是这么说的 也没见尊者们提过自己上辈子的事 等什么时候问问于稀吧 青罗 我似乎想起一些事情 嗯 公主想起什么了 青罗方才突然想到小公主了 也不知道小公主现在何处 我似乎记得神雀宫的小公主叫葛云一 似乎救出她的人叫 叫 夏侯公子 这名字好熟悉啊 耶 幸好 青罗方才能看出 给大家看好